来 这把教授6杰克 一起来看一看 有很多细节 说是这边统一说一下 大家注意看 因为看我的这个技能 我没有带双坛的 所以不像囚徒带双坛可以绕这个大方 而且这边是个插眼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韦伯定律直接拉点 如果我们继续绕这个小木屋的话 等一下翻不了那个床会吃雾刃的 然后我们这边距离足够远 但是也回头看一下会不会打一个预判雾刃 直接翻 这个距离够远 所以我们直接再绕一圈小小船 这边街市应该提前拉走啊 尽量不要干扰我心情 先别急着翻 等一会看一下 ok 好 那这我们就不绕那个小船了 直接来双十一 双十一这个位置主要是打防止它一个斜脚污热 你看这样斜脚污热 它这个污热空的话很亏的 他应该插个野慢慢打 它可能没有野 ok 这边他还想卡红光 又不是一开技能的 所以根本不太慌的 那我们这里的话直接往前走啊 其实可以再翻一次那个小船了 但是因为你看距离 拉的不够远 所以我们就不翻那个小船了 这边娃娃在这个位置有一说一啊 也是不要干扰了 这里的话有点难夺了 除非吃了它这个污热的话 但是可以转个点也是可以的 其实这个时候娃娃不用来给我扛到 我有这个盾子 这个时候还没有污热 哎呦我靠 这个人上来干啥呀 兄弟 他也是不上来的话 我用盾应该是可以的 我焦盾翻窗完美 它往往还可以留着啊 直接翻 这个时候不管了 还行 污热慢了 我们啥 这波我可以的 兄弟们 我们实际上还有一个飞轮啊 看能不能躲它下一个污热 现在已经解锁技能了 不然的话不是如此浪费 来 一拍一手 尽力了 此时看似三海鸡 实际上应该是海鸡了